接下來跟各位講一個觀念 就是力跟加速度是一組 速度跟位移是一組 一組是什麼意思 一組的意思叫做有A就有B 有B就有A 有力就會有加速度 有加速度就會有力 有速度就會有位移 有位移就會有速度 到外面就是沒有力就沒有加速度 沒有加速度就沒有位移 叫做一組的意思之一 有A就有B 沒有A就沒有B 第二個意思叫做方向一樣 力跟加速度同方向 速度跟位移同方向 力量向東加速度就向東 位移向西速度就是向西 一組就是方向一樣同時存在同時消失 一組的意思 力跟加速度是一組 速度跟位移是一組 速度跟位移是一組 兩組之間會互相影響 速度跟位移一組 加速度跟力量一組 可是力量跟加速之間可能會互相影響 但是可以沒有力但是有速度 那不同組嘛 所以可以沒有受力但是有速度 那或者是有力但是沒有速度 比如說 東西往上丟升到最高點 往上丟越來越慢慢慢慢到最高點 停了不動了所以叫速度為0 可是還是有受到什麼 重力加速度 還是有受到重力所以還是有重力加速度 所以有受力有加速度 可是沒有速度沒有速度 或者是有速度但是沒有受力 有速度但是沒有受力 你運動怎麼運動 等速度運動嘛 叫做不受力或何以等於離近者橫近 動者橫坐等速率直線 等速度運動 所以這個叫做有速度但是不受力 所以左邊一組 右邊一組 同組之間同時存在同時消失 但是不同組呢可以有這一組沒有那一組 有那一組沒有這一組 所以呢有力可是沒有速度 有速度可是沒有受力 但是會互相影響怎麼樣互相影響 我們前面跟你講過了 如果加速度跟速度同方向 速度會怎麼樣 越來越大 如果速度是負的 加速度也是負的 那就會負的越來越多 負的越來越多 不是這個意思 所以呢 加速度跟速度同方向的時候 速度就會越來越大 那麼擺方向呢 就會越來越小 然後就會越來越小 東西垂直往上丟就是個例子 往上丟的時候 速度向上加速度向下 就越來越下 就越來越慢 到最高點停下來 它就往下掉 往下掉 速度向下 加速度向下 因為越來越快 越來越快 它有一種情形 國中基本上沒討論 說在原作運動稍微帶一下之外 就叫做垂直 如果加速度跟速度是互相垂直的 原則上不會改變最早的那個 一開始的速度大小 但是會使它轉彎 會改變它的方向 所以如果加速度跟速度垂直 會改變速度的方向 沒錯 我們會在原作運動的時候 簡單帶一下 這個 國中除了這裡之外 不提這種垂直的情形 不提這種垂直的情況 OK 所以要了解 就是要跟你講 加速度 速度 位移 受力之間的關係 我再說一次 力跟加速度一組 速度跟位移一組 什麼叫一組 同時存在 同時消失 而且方向一樣 兩組之間 可以有假組 沒有移組 可以有移組 沒有假組 但是會互相影響 加速度跟速度同方向 速度就越來越大 加速度跟速度反方向 速度就越來越小 加速度跟速度垂直 就會改變速度的方向 請你把這些觀念記好 OK